Hello 大家好 今次是2進制和16進制 這個課題我們應該在中2時學習了 但我們平時很少接觸這件事 所以很多同學都會慢慢忘記 而今集內容我會把我們中3時學過的東西 完整講一次 而下一次我們會拿一些公開試的題目 看看如何做 為何要學2進制和16進制 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DSE每年都會出一條選擇題 所以我們就要學 第二個原因是 電腦內部運算是採用2進制 如果有些同學將來對寫程式有興趣的話 其實是需要懂得2進制的 那16進制又如何? 為何要學16進制呢? 由於16是等於2的四次方 所以2進制和16進制的數字之間的轉換 是可以很容易做得到的 在電腦程式中 2進制和16進制都會經常用得到的 這就是實用的層面 但由於DSE每年都會考的 所以所有同學都要認識這個課題 首先想說一下英文 畫面所見是2進制、8進制、10進制、16進制的英文 2進制的數字是Binary Numbers 8進是Auto Numbers、Decimal Numbers和Hazard 那為何要認識一下英文呢?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真真正正這些數字的轉換 都是用計數機去轉換 我們不會用筆去除 但是很多時候同學就不認得這幾個綠色字 誰是2進、誰是10進 所以就不記得了 所以我們首先要認識一下英文 不然我們讀計數機的時候 就不記得誰打誰 其實透過我們日常生活學過的字 可以幫我們記住誰打誰 首先是2進制 在英文Bi開頭的字 就代表2的意思 我們學過Bicycle Bicycle的意思是兩個圓圈 兩個圓圈 即是兩個車輪 就是單車 記得英文Bi就是2的意思 代表2進制 Binary Numbers 接著是8進制 我們在課程中沒有學8進制 其實8進制和16進制一樣 都是在電腦上會用 但是今天的電腦世界都不會用8進制 是三四十年前的電腦才會用 我們學過這個字 Octopus 八爪魚 八達通卡 都是Octopus卡 Oct 就是8的意思 10進制 Decimal 我們學過這個字 Decade Decade就是10年 Dec 代表10 16進制 我們在日常生活沒有什麼好的例子 例如6邊形就是Hexagon Hex就是6的意思 其實6加10就是16進制 大家一定要認一認 這幾個英文 方便我們讀機時可以分清楚 我們首先認識16進制 我們平時是用10進制 很明顯因為我們有10隻手指 所以我們用10進制 在10進制我們需要有10個符號 分別代表0至9 而在16進制的話 我們需要多6個符號 我們會用英文字母ABCDEF 分別代表10 11 12 13 14 15 其實這些轉換 即C是12 D是13 這些轉換很容易錯 原因是什麼呢 譬如我們說B B是第二個英文字母 所以我們很自然會覺得它是12 但其實它不是 它是11 F 我們很容易會覺得它是16 因為你是16進制最終的數字 但在10進制最終的數字是9 而在16進制最終的數字是15 而不是16 我們怎樣可以避免這些錯誤呢 我建議大家借助我們計算機 計算機這一行有6個按鈕 而上面分別是ABCDEF 其實我們就用它來數 我想知道E是代表多少 我們就數 10 11 12 13 14 E就是14 14就是E 由10開始數 一直數過去 不要節省幾秒 因為很容易錯 我寧願去數一次 究竟哪個字母代表數值是多少 順便說少少題外話 剛才說過 其實在電腦世界中 經常會用到16進制 我們怎樣去分辨 這個是16進制的數字 而不是一個普通10進制的數字 在電腦中通常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在數字前面加上0X 一個世界X 第二個方法就是在數字中加一個世界H 在後面 看到這些數字 我們就會知道 原來這個是16進制的數字 而不是十進制的數字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 大家都知道什麼 藍畫面 看到這裡 有些數字 前面有個0 然後世界X 其實這些就是16進制的數字 然後我們會說 如何由一個16進制的數字 轉換成一個10進制的數字 我們會由最基本最基本的說起 基本到怎樣呢 基本到由小學的東西開始說起 我們看看這個數字 523 我們小學二三年級到 我們會學過這些東西 分別叫它做個位 十位和八位 為何我們要說回這些東西 我們首先要認識一下 一件事叫位值 place value 我用5這個數字去解釋 5字是一個八位 而這個數字 即是由右手邊數上去 第一 第二 第三 這個位置 它的位值 place value 就是100 意思是什麼 如果這裡 我放個1字 在這裡 它所代表的量 是100 如果這裡是個5字 它所代表的量 是5個100 即是5乘100 我現在把這三個數字的位值 全部寫出來 個位的位值就是1 10位就是10 8位就是100 那就很低能 但是我們要留意一下 由於我們現在是採用10進制 每進一個位 位值就會增加10倍 由10去到第三個位就是100 接著就成大10倍 接著又再成大10倍 就變成1000 每次都是成大10倍 所以我們這個位值 也可以用一個指數的方式去表示 即是這樣 個位的位值就是10的0次方 10位就是10的1次方 8位就是10的2次方 如此類推 10的3次4次5次 一直數下去 說到這裡 523這個數字 也可以拆解成一個這樣的數字 5這個數字 它的位值是10的2次方 所以這個5字 所代表的量是這個 5乘10的2次方 我們知道其實是500的意思 如此類推 2就成了它的位值 這個就是這個數字 而所代表的數量 3也是這樣做 如果我們找個計算機 當然就是523 但其實我們16進制也好 2進制也好 其實轉換成10進制的時候 正正就是用這個方法去做 同一個數字 523 不過它是一個16進制的數字 如果我們想把它轉換成一個10進制的數字 它的值究竟是多少呢 我們首先要知道這三個位值的位值是多少 答案就是這樣 第一個位值的位值永遠都是1 第二個位值 就會成大了16倍 所以它的位值就是16的1次方 再下一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又再成大16倍 所以我們用指數來寫會比較簡單 就是16的2次方 如此類推 16的3次 16的4次 下一步就是寫它們的展開式出來的Expanded Form 做法就是把數字 乘回對應的位值 比如5的話 乘回16的2次方 這是它的位值 2乘回16的1次方 3乘回16的0次方 我們用計算機去讀這個數字 會得到1315 這就是把523的16進制的數字 轉成10進制的方法 我們再看多個例子 把這個數字轉成10進制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 要知道每一個位值的位值 我們看看之前那一版 其實位值是16的次方 而第一個位是0次方 接著是16的1次方 2次方 最重要的是 由0開始數 012 所以我們第一步 可以數回這些位值 寫回0123456 可以寫下它 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記下它 接著我們就逐個數字去處理 A、B、C、D、E、F 究竟代表數值是多少 乘回它的位值 是16的6次方 這個次方就是抄回紅色數字 第二個數字 0 0成任何東西都是0 所以我們不需要理它 1至9 9 0成16的2次方 最後1 1 就是14 把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用計數機 讀出來 答案就是一個很大的數 接著我們說 如何由2進制的數字 轉換成10進制 其實方法和剛才16進制是一模一樣的 直接看例子 一開始我們就加一些數字 幫助我們更容易地數到位值 做法也是一樣的 數字就是這樣 逐個數字去看 這個1 它的位值是2的6次方 所以這個數字1所代表的數值 就是1乘以2的6次方 另外的數字都跳上去 然後到這個 1乘以2的3次方 如此類推就得到這個數字 計算出來 答案就是75 其實無論什麼進制都一樣 剛才16進制的時候 這個指數的底數就是16 現在2進制就變成2 如此類推 任何進制都是這樣做 另外 由於2進制 我們這個數字只有兩個 一是0 一是1 0 根本不需要處理 調整就可以了 而1的話 1乘以任何東西 都是自己 所以看一看 1乘以2的6次方 其實就是2的6次方 所以我們連1乘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散略 我們很多時候 直接這樣寫就可以了 例如1上面的數字是6 寫2的6次方 2的3次方 2的1次方 2的0次方 這樣就可以了 很快看多個例子 第一步 寫數字 幫我們找到位值 數字就是這樣 第一個數字 1字上面寫著10 2的10次方 然後2的7次方 2的6次方 2的2次方 我們很快就很容易寫出這個數字 找計算機 計算出來 答案就是1220 大家可能會問 既然我們的計算機 是可以轉換到這些數字 為何我們還要學這些麻煩的東西 大家要記住 我們的計算機 只能顯示到10個數字 如果超過10個數字 就做不到 而我們的DSE 考評告是故意出到超過10個數字 大家沒有辦法直接用計算機 所以我們一定要由這些最基本的方法入手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如何由10進制的數字 轉換成16進制的數字 我們的做法就是 用短除法 不停地除16 短除法 除16 其實其他進制都一樣 如果我們轉為8進制 我們就除8 轉為12進制 就除12 我們每次除 就要把雙 和餘數 和餘數 都抄下 我們用計算機 幫我們除 2017 除16 好 再看看 箱子 應該是126 不是445入 只要整數部分 抄下 箱子 是126 只要整數部分 好了 我們要知道餘數 那餘數怎麼找呢 其實我們只是用計算機幫我們 我們只要把小數部分 即是0.0625 把它乘回16 0.0625 乘回16 這個就是餘數 結果應該是1 我們就抄下 不停地重複做 接著我們就把126 也是這樣做 除16 計算機 126 除16 那是7 寫下 7 那這個 餘數怎樣呢 就是0.875 0.875 乘回16 那是14 我們就抄下 如此類推 一路做到 這個數字 小於16 就可以停 結果怎樣看出來呢 記得我們是這樣的 由最底這個數 這樣看上來 那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數字就是7 我們就照抄 7 第二個數字是14 我們要轉換做16 進制的數字 我們用計算機幫我們數 10 11 12 13 14 14 是1 1 就照抄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的結果 把2017 轉換成16 進制 就是7 21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就是把9999 轉換成16 進制 這個做法就是 除16 計算機 9999 除16 只要整數部分就是624 這樣抄下 好了 這個餘數 我們只是把小數部分 就是0.9375 乘回16 這就是我們的餘數 15 寫下 好 再重複這個步驟 624 除16 這次呢 沒有小數 即是除得盡 即是餘數就是0 我們寫下 除得盡 也要寫一個0 然後再多一次 39 除16 這個數是2 39 除16 這個數是2 那這個餘數是多少呢 就是要把小數部分 0.4375 乘回16 那是7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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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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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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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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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除以2 1除以2是0 2除以2除得盡 2除以2除得盡 除到何時可以停止呢?除到這裡是1 便停止 除到這裡是1 除到這裡是1便停止 其實做到最後的部分 被除數只會有兩種可能性 一是2,一是3 如果是2便停止 1,0 如果是3便停止 1,1 結果是從這裡看上去便可以 即是1,0 1,1,0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我們很快再看看一個例子 53轉為二進 除以2 讀記 53除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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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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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0 1,0,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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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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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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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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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 5